和大家辨别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的声部都是个官字 但是部首是不同的 这个是草花头 这个是竹字头 竹字头这个可能大家熟悉一点 这个是管字 管束的管 或者是管中规炮的管 这个字里面是个姦字 最常用的是草坚人命 这个坚字本身就是野草的意思 草坚都是草的意思 如果说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不顾百姓的死活 就将人命当做野草一样 随时就可以斩 随时可以除 就叫做草坚人命 这个字除了解作野草 其实是古时中国的一个姓氏 有两个故事 一个就是在春秋时代 宋国的地方叫做姦 大夫就封了那里 他就用了这个地方名做他的姓 那么他的后代就姓姦 另外一个说法就紧张点刺激点 就是有一族人 有一族贵族 得罪了上面的人 被追杀 于是整族人就逃亡 逃亡的时候呢 就为了逃避那些追杀那些士兵呢 就躲在那些杂草当中 靠那些野草呢 保护呢 就找不到 那就可以 就是得到一线的生机 于是呢 之后就多谢那些野草 就改自己的姓做姦 无论怎样都好 这个姓呢 似乎今天就很少见得到 但是日本人就有这个姓哦 大家可能会有个印象 日本呢 曾经 大概十几年前左右 有一个首相叫做姦殖人 你记不记得 现在日本也有一个政界的猛人 姓姦的 就是什么呢 叫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就叫做姦二位 官房长官呢 就是相当于副首相 很厉害的 就是在个内阁当中 除了首相呢 就到他了 有些人甚至说 因为中国古代都有这个姓呢 就说这个姦殖人 当姦殖人当首相的时候呢 就有些中国人就说 其实他呢 是中国人来的 中国的血统的 是山东人 走了过去日本 那不过呢 另外有些专家考究 就说这个村庄库会 就是这个村庄库会 那么日本呢 除了单字一个姦 做姓氏之外呢 也都有姦田 姦野 姦井 姦圆 姦 姦字 及另一个字 做姓的哦 那么我就不太熟悉那些日本的那些 那些演艺界 那么似乎都有好几个 就是男女的日本的那些明星呢 不知道叫做姦田什么呀 姦野什么呀 那么就证明呢 这个字呢 就不一定就是中国古代的姓氏 但是在现代汉语里面呢 这个唯一一个常用呢 就是草姦人命的姦 不要读草管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